哈囉 大家好 我是饅頭 夏天一到就要做一系列的抗油大作戰 那我今天有幾個控油的小撇步要跟大家分享喔 有興趣的話請繼續看下去喔 其實混合肌還蠻困擾的 像我技本身就是混合肌 我的T字很容易出油 但是我的臉頰卻乾乾的 有時候還會乾到脫皮 我現在已經洗好臉了 我也擦好化妝水了 那為了要持妝控油 第一個步驟呢 要先加強臉部的保濕 那我今天是使用復活草極致保濕精華 那這個精華液呢 就是在化妝水之後使用 只要擠一滴 就可以保養全點囉 感覺用量蠻省的 均勻的塗在臉部 然後再輕拍 這罐精華液我覺得還蠻清爽的 它不會很黏膩 第二個步驟呢 我會擦上控油妝前乳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步驟 它可以抑制油脂的分泌 那有些人呢 會覺得擦上控油妝前乳 皮膚會變得比較乾燥 所以控油妝前乳的部分 我就只會擦在 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像是膝質部位 鼻翼兩側這邊 還有下巴 再來控油的第三個步驟呢 要打造一個輕薄的底妝 如果底妝太厚重的話 那皮膚就有可能會分泌更多的優質 讓臉上會看起來更油光喔 那我今天會使用 精靈美肌薄透氣墊粉餅 氣墊粉餅真的很方便 只要輕輕的壓一下 就可以擦全臉囉 那我會將氣墊粉餅呢 由內往外拍 那這一款氣墊粉餅呢 它主要是可以創造一種 輕薄底妝的妝感 而且它把我的毛孔變小了耶 再來最後一個控油的步驟呢 要使用蜜粉定妝 蜜粉要選擇有控油效果的蜜粉喔 那我今天是使用 精靈美肌無瑕控油蜜粉來定妝 它有兩個色號 我是選擇明亮膚 它看起來是白色的 但是插上去是沒有顏色的喔 如果眼線很容易暈開的話 在眼下這邊也要加強一下 這樣眼妝可以比較持久 而且比較不容易暈開喔 那現在整個底妝都已經定妝完成了 現在是中午的12點16分 那接下來我要把剩下的彩妝都補上 好 現在整個妝都上完囉 這是目前上完妝的效果 保濕有做好 是不是感覺妝變得很服貼呢 現在時刻下午4點30分 距離上完底妝已經有4個小時了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出油的狀況 看一下最容易出油的鼻翼兩側 目前沒有浮粉的狀況 額頭沒有什麼出油 額頭沒有什麼出油 那上完底妝呢 到現在已經4個多小時了 我覺得這樣的持妝效果 算是很不錯囉 因為有時候出油很嚴重的話 我化完妝之後 沒過幾分鐘 就有點泛油光了耶 可能就是沒有做好保濕 或者是全錯底妝 或者是沒有使用蜜粉定妝 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先記錄到這邊 延長出油狀況到4個小時了 我覺得這樣的效果 表現得還不錯 雖然我覺得現在臉上沒有很油亮 真的沒有時間補妝的話 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還是很OK的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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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